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当业务员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怎么样把空调卖得最好 怎么样卖得最多 在几十个业务员当中 我做得比别人最强 作为一个女性来讲 你面临的是很多的对你的这种主力 比如说孩子 真的有时候我在讲到孩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别人问你 你遗憾吗 可能有一点 但是你想 今天把隔离打造全世界的第一的品牌 你觉得这点遗憾 值得吗 值得 所以当你一定要有选择 第二个 可能你失去了亲情 因为我当部长的时候 也是同样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商家到了旺季的时候 就希望能多拿一点货 就可以卖掉 就可以赚钱 当时我们有个经商 也是找到我的哥哥 就跟我哥哥讲 说你帮我去拿货 我们给你一点好处 那我哥当时听到很开心了 就打了电话给我 说明珠我要到珠海来 我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们想来拿货 我说你拿什么货 他说我要空调 我说那你来拿货有什么好处 他说有啊 我帮他拿一百万货 就可以给我两三万块钱 他心想这话告诉我一定很高兴 因为他也可以挣到钱了 但是我听完以后 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来 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时候我就打电话给经销商 我就跟他说 我说听说你找我哥哥了 所以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对不起 现在停你的货了 他当时一听就傻了 他觉得董明珠是个 不是人间烟火的人 我给你的这么好的机会 你哥哥能赚到钱 你为什么不给我货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如果我让你通过我哥哥能拿到货 虽然格力电器没有受损失 因为卖给谁都是一样的价 我哥哥得利了 你也赚了钱了 看上去是很很好的一件事 但是你有没有想 我破坏了一个规矩 破坏了一个制度 我们手下的人都跟我一样的去学 那格力电器还有诚信而言吗 商家还相信格力吗 所以当时我把他说 把这件事做完以后 我的哥哥从此以后不再认我 他觉得这个妹妹太不讲人情了 就是那一年 因为我这件事 让我们全国的所有经销商都知道了 他们所以就觉得 跟格力做有希望 从95年到14年 从28亿到1400亿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有时候要为了一个大 而放弃一个自我 而且这一个私利 你更应该把它放下 讲了这么多 我们女性要看得起自己 要尊重自己 我们很多有的大学生毕业以后 我觉得很惋惜 有的女孩子真的是很漂亮 又有财 又有财又有貌 有这样的好条件 我们学完了知识出来以后 我们找一个富翁 绑了一个大款 好像完成了我的一生 我觉得我们女性最成功的一点 就是要能够为这个社会 把我们的智慧 释放出来 因为我们的智慧能改变了别人 甚至于因为我们 能成就了一批人 这就是当下的我们的女性 谢谢大家